大家好,这里是如实说,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,华为内部论坛22日下午上线了一篇关于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,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的文章,任正非在文内提到,面对全球消费能力下降的情况,华为应改变思路和经营方针,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,保证度过未来三年的危机,这篇文章很快流传开来,仔细看了全文。 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很值得认可,实际上接下来几年,大家就应该降杠杆,开源节流,同时保持身体健康,因为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。 不过,任正非说的主要是华为的情况,以及华为应该怎么办,所以,对于他的一些说法不要过度带入到所有行业,而且,他的一些判断和分析也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。 比如,任正非说,对于全球经济而言,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,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。 他还说,现在由于战争的影响,以及美国继续封锁打压的原因,全世界的经济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都不可能转好。 加上疫情影响,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,果真如此吗?当然不是。 第二季度,越南经济实现了7.72%的高增长,菲律宾增长7.4%,葡萄牙增长6.9%,西班牙增长6%,阿塞拜疆增长5.7%,印度尼西亚增长5.4%,乌兹别克斯坦增长5.2%,新加坡增长4.8%, 奥地利第二季度,经济增长4.7%,意大利增长4.6%,法国和瑞典经济增速都是4.2%,捷克增长3.6%,比利时增长3.3%,同样是第二季度,美国GDP环比年化缩减0.9%,但同比上涨2.3%,GDP实现了6万亿美元的突破,高增长的区域中不乏一些大国。 因此任正非说,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,这并不确切,只能说,华为可能在某些区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,影响了他的表述和判断。 还有,他认为,对于全球经济而言,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,为什么是十年,不是八年或者十二年? 任正非没说,我的看法,很多调整可能是很短时间的,有的区域可能根本就没有调整。 比如东南亚,未来十年就极有可能是高速发展的十年,原因很多,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证明的走市场经济道路,资源,资金,技术按市场规律分配,回望国内,也不是所有行业都在衰退或者喘息中。 全球动力电池龙头 宁得时代8月23日晚,披露2022年半年报,报告期内,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,129.7亿元,同比增长156.32%,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.7亿元,同比增长82.17%,超出市场预期。 虽然在8月24日,宁得时代的股价不涨反跌,但这并不是公司不行,而只是股价的波动而已。 财报显示,小鹏汽车2022年第二季度总营收为74.36亿元,较2021年同期增长97.7%,小鹏可是增长的,这也是事实。 所以,其实很理解任正非的心情,也理解华为的处境,但另一方面,我们真的不要认为全球,全行业都很悲观,都在下滑,华为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难,这一点,大家都不能否认。 华为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016亿元人民币,净利润率5.0%,从三大主营业务的数据来看,华为运营商以及企业业务收入分别增长4%和27%,但终端业务下滑2%. 拖累总体营收同比下滑5个点,所以,任正非大喊了一声,活下来,2018年,万科玉亮喊过活下去,2018年,上半年万科销售额达3047亿元,持有现金1595亿元,根据公告,当年1至8月万科销售额已达3881亿元,位居第二,但万科居然喊,活下去,万科当然是对的,他看到了行业的危机与风暴,这一次当任正非喊,活下来。 不仅仅是IT行业震动,而且是很多行业都感受到了寒意,8月24日,A股三大指数收跌,上证指数,深证指数,以及创业版指数,分别跌了1.62%,2.57%和3.24%,是的,沉下心来砍掉一切不赚钱的业务,收缩战线,准备过冬。 是诸多行业,企业的唯一出路,华为的路线可以供参考,除了为生存下来的连续性投资,以及能够盈利的主要目标,未来几年内不能产生价值,和利润的业务应该缩减或关闭,把人力物力集中到主行道来。 我们要面对现实,不要有太遥远太伟大的理想。 华为任正非都要告别伟大理想,他都喊出了,抢粮食,至少同行业或者华为产业链上相关企业,恐怕都是心里一惊。 老板们,浩大喜功的日子结束了,加杠杆的日子结束了,抱团炒房的日子结束了,接下来,控制成本,熬得长,愿意在研发上投入,且有产出效果的公司会活下来,做大做强。 所有有投机心态且浮躁的老板都会出局,关于研发,任正非也提出。 全公司都要有效地使用预算,不能盲目将项目关闭,也就是说,研发可以有,但要精准,要么关乎公司未来的命脉,要么关乎当下的赚钱效应,否则,都会被砍掉。 过往这些年,某些企业人士,由于加杠杆带来的浮云般的富贵效应,正在经历最后的破灭,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也是好事,可以避免更大的错误。 可以让自己清醒许多,原来我们没有那么牛。任正非告别伟大理想,更务实,只想赚钱,只想活下去,这是具体的业务层面的,期间的加减与增删,都是围绕公司的内部来调整的。 这是自救一种模式,可供借鉴,也打破了很多人的幻觉。任正非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,他说,我们以前怀抱全球化理想,立志为全人类服务。 现在我们的理想是什么?是活下来。豪情万丈的任正非说,要放弃一部分国家的市场,既放弃伟大理想之后,又放弃了全球化。 实际上,企业的力量非常有限,既然不能左右大势,那么就顺应大势,这不是躺平,而是向内用力。 华为接下来除了省钱之外,就是更讲究夯实责任,奖金升值升级与经营结果挂钩,将寒气传递到每个人。 意思是,你真正做事,而且做的是达到了赚钱的效果,你才有钱拿,否则靠边站。 这叫业绩与奖金精准挂钩,企业的精细化管理,更进一步。 懒人,庸人更不好混了,不仅如此,华为在质量的要求上会更进一步。 任正非说,质量是第一生产力,任正非正在实现战略大转移,大调整,大方向是活下去。 战术上就是,哪里能搞到钱就去哪里,每个人都要感受到压力,继续提高对质量的要求。 华为与任正非已经有了新的坐标和定位,虽然很悲壮,但是很清醒。 任正非同时痛批了讲故事骗公司的行为,他说,讲故事骗公司,损失要从你们的粮食包中扣除。 故事大王们在华为也不好混了,华为只是一个缩影,华为的变化将在企业家的心态上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影响。 对于很多行业和企业来说,狂飙突进的业绩上升浪结束了,阻力与各种摩擦接踵而来,不认命,迂回包抄,稳住阵脚。 在内部深挖潜力是唯一通道,任正非说不再追求规模,要追求利润和现金流,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点。 希望每个人都务实一点,抛弃浮躁心态,不要着急赚大钱,沉下心来赚小钱,活着,才能慢慢打磨产品。 毕竟穿越寒冬的要诀有三条,第一,有食物,第二,努力锻炼身体,第三,心中要有希望。 最重要的是,你要活下去,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,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。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,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。